這個AVI是在 現在在餐景集團 這個服務 你才二十七歲就當副主任了 對啊 因為 你很可能再過不久 你就把老闆幹掉了 沒有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以這樣說 不可以這樣說 對 你說你的朋友 特別找到連鎖店上班 是希望福利會好一點嗎 對啊 就想說公司很大 規模很大這樣子 都連鎖的 那所有的福利 應該都會照著老幾發走 而且應該會不錯 對 結果他就是想說這樣坐著坐著 因為他年紀也還小 然後一路到過年的時候 就發現他除了薪水跟加班費以外 什麼都沒有 對 就是平常連三節都沒有 但他想說過年是大節 應該會有吧 然後也沒有 還是領到了底薪跟加班費 大間不一定好 對啊 對不對 因為他可能沒有賺錢 對 公司有賺錢最重要 對 還有老闆要慷慨 對 對 是 那你有同事這個在貝果店上班 對 然後怎樣 他還被老闆欠薪水 對啊 他就是現在是我的同事 對 他是我的同事 他以前在貝果店上班 然後就想說 也是剛出社會累積一點經驗 他第一次被欠的時候 就欠好幾千塊 對 但他想說算了啦 應該只是那個當下的事情而已 他就沒想太多 我就是繼續做 然後結果到過年前的時候 年底的時候被同事 他那時候的同事就是想說 這個月感覺也領不到 我有聽說了 有聽說領不到 他就二話不說 也不用等明天 也不用等過年 他直接走掉 就那個當下 他就直接走掉 就無不做了 是是是是 立芳 如果老闆欠薪 要不要趕快快算 老闆欠薪 我現在其實我會看 這個公司的過這個營收的狀況 再來決定 有時候是老闆 那一兩個月周轉不過來 那因為你在這個公司上班 你可能會知道公司的 有些訂單 因為你知道嗎 有時候訂單來之後 我有一些營收賬款 是還沒有收進來 那他可能是財務上 沒有辦法 那如果他長期 我覺得要特別注意一種老闆 就是他每個月都欠 每個月都拖欠 因為我們五號發薪水 那這個月七八號再發 下個月可能十號 但是他每個月都有發 他可能就是那個時候 就會去總級來發 他就是要讓大家覺得 讓員工覺得說 我公司是沒有問題的 我只是比較晚發薪水 這種我覺得反而比較小 要比較小 那老闆跟你欠了一點薪水 如果說公司其實 未來是看好的 想跟你周轉一下 OK嗎 我是不會啦 我是不會 公司看好 要不然周轉你就要用就是相關的老闆 你個人的名義要有那個私契的欠條 一定要這個未來才是對你自己的保障 就是萬一怎麼樣 你還可以拿這個欠條去跟這個法官 或者是法院就說 這個人欠我錢 然後老闆欠我錢 要不然你私底下轉給他 那個你一點保障都沒有 現在有時候都拖五號要付薪水 有時候都拖到拖十五號 這個要不要緊 我這樣講 我其實原本是真的是 不像我們 來賓來上 我們馬上就給車馬上簽 我自認 我自認我原來是超級善良 超級體貼的人 但是經歷過一些事以後 你就覺得你該怎麼做 舉例比如說鄭大哥前一個問題 說老闆欠薪的話 該不該留下來 以我個人的經驗是老闆欠薪 然後後來你一直等了幾個月 然後最後他對你 比你對他要無情的態度 我現在有回答嗎 老闆更無情 但老闆絕對無情 因為他就是沒有錢給你了 他當然是先保護自己 或者是保護他要保護 所以欠薪就不要呆了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啦 對 脫薪水呢 脫薪水應該最後就是 也是會出問題 也是一樣的結局 就至少我的經歷是這樣子 對 好 那這個Avee 妳還當過牙醫助理啊 對啊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份工作 因為他工作內容我超愛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妳又看到人家在那邊磨 在那邊放 就是痛苦的 是別人 對 我自從當牙醫助理 就不害怕那個聲音了 因為不是磨在我牙齒 對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磨的聲音好恐怖喔 但因為磨在別人的嘴唇 不是磨在我這裡啊 對 因為這份工作我很喜歡 但因為我是沒有相關經驗 我就是小白進去這樣學的 然後那時候就有講說你學 然後考核 他有分階級考核 考過了就會加幾 就會加星加星 加底星加上去 對 然後我第一次考的時候 那時候就說 但是因為你是全新的去學的 就是沒有相關經歷 所以那時候就沒有給我加 然後一路這樣子 考到第三次的時候 還是沒有加 就是他會用各種的藉口理由 就一直想要說 因為你沒有相關的經驗 沒有相關的學歷 然後就是都沒有加給你 是 對 然後最後我們 找盡各種理由 刁難了 對 找盡各種理由 就是沒有要履行 當初講好的承諾 然後就在那一刻 我跟我的同事們 我們就糾團 覺得說算了 這間公司不能要了 對 我們就走了 集體離職 對啊 就那時候 走了三四個牙筑 是牙醫診所嗎 對 是牙醫診所 照理說牙醫診所 應該有賺錢 對啊 很賺耶 因為他們在寫 牙醫師的薪水的時候 我是我們在寫的 然後就會邊寫 就覺得天啊 天啊 怎樣 就是 為什麼跟我們的薪水 差那麼多 差一個名 他們多少錢 他們補一顆 注意來就兩千多啦 對 我說總額 一個月這樣下來 總額他們 他一個牙醫在我們這邊 通常都可以領到七八萬 但是他們是綁 他們是算自己 他們不是綁診所 就等於他在這間的診所 領七八萬 然後他去別間診所 看診 他在那邊也會有薪水 對啊 所以他們一個月加起來 其實很可觀 至少幾十萬有 一定有啦 一定有 聽不懂那個 然後又可以拿錢 不錯 對啊 就是 又急急叫別人 然後還可以領錢這樣 而且還有健保 對 那你們在那邊 自己弄自己牙齒 要不要錢 就是會收個 一四一四的五十塊 對 員工福利 對 員工福利 就是在那邊 不用錢 而且隨時隨地 就可能可以 十點啊 大家都修整了之後 然後突然說 這個幫我弄一下好不好 然後牙醫就會幫忙你弄 那植牙有比較便宜嗎 你說我們員工植牙嗎 肯定有啊 就是 便宜多少 成本價 比方說成本是多少 如果對外營業收大概多少 對外營業 其實是看牙醫診所 我們診所算是 比較高價位的診所 他植一顆牙是九萬塊 九萬塊 對 在那時候 那時候的行情 其實算貴了 對 那如果妳植呢 我去植的話應該是四五萬吧 所以它多一倍 對 多一倍 因為像當初我矯正的時候 估價是估二十二萬 對 但我矯正的時候 只收了十三萬 那妳應該 既然一顆牙可以賺五萬 妳應該把牙齒拔掉去植 這樣就賺很多 牙很漂亮了 周大哥 牙的牙好漂亮 可是那就 妳拔十顆 然後植十顆 妳就賺五十了 我太奇怪 沒有花出去 我沒有真的拿到那五十萬 妳以後去植 也要花那麼多錢 不如現在 我現在顧好 我以後可能不用植 這個數學妳有學 我現在獨立刷牙 我以後不用植 OK OK 好 這個文人也帶過一個公司 說老闆請妳吃飯 怎樣 好 我剛剛不是有講說那種年中 之前就請妳走路的事情 我經歷過 我現在想起來不是兩次是三次 但您現在講的這一次 這是一個不大的公司 他只有十五個人 那個老闆前面是很賺錢的 這樣就呼之欲出了 沒有 沒有 應該我基本上沒有在電視上講過 對 之前一個案子是很賺錢的 所以他做第二個案子的時候 基本上那個公司的每個人 就是身上只要有點錢的 都投資了 OK 員工兼股東 對 然後那個老闆也是感覺人蠻好的 對 那我在那邊做了一年多以後 他在就是尾牙年中前 招我去吃晚飯 我還高高興興地去吃晚飯 老闆必然要重用妳 是啦 結果我去吃飯了以後 他忽然表情不太一樣 但是看起來 就是裝得很誠懇 我現在想想就是裝得很誠懇 他就很沉痛地說 因為現在這個案子不賺錢了 所以他希望我幫他一個忙 就是把我部門的四個人 在年前裁掉 叫妳去砍人 叫我去砍人 要妳做壞人而已 對 天啊 那我實在太驚訝了 因為在我以前認識的他 我不覺得他是這樣子的人 可是我後來就在想 我說那如果是因為現在這個 這個case不賺錢 那公司真的要擠出年終獎金 或者是什麼要給員工 真的有困難 然後再加上這個老闆 他以前一直告訴我說 以我們這樣走下去 是一定可以上市上櫃的 所以我就懷抱著好意 我就跟他說 我覺得這樣好了 因為接下來我還有一些 已經進行中的單 這些單是可以收到錢的 那如果我部門 就是當時我部門 也是就是只有四個人 我說如果這四個人不在 我一個人也是沒有辦法 把這些事情吃下來 再說我的薪水又比他們高 我覺得這樣子好不好 我先走 我走 請你先留他們四個到過年以後 對 然後他就這樣做 真的 真的 我覺得你還滿善良的 對 可是呢 你說我善良 我就不好意思繼續批評別人 不會 我們講的是 就是實際的情況 給大家一些建議 所以當然我部門那四個人 後來也就吃了尾牙 當然就是也是普通的餐廳 年終應該就一點點 對 那我覺得最好玩的是 抽獎這件事情 抽獎等一下繼續說 有機會來說 不過老實講 有時候老闆也難為了 是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他到底有沒有賺錢 搞不好他賠錢 他也是得要給很多 也得要給很多獎金 福利 他壓力很大 那我們先休息一進廣告 字幕志愿者 李宗洛 我們下載小生 那天 看來